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进入正题 本期要介绍的战争出现在小说第一回 相关人物分别为刘备 关羽 张飞和程远志 地点是在幽州的卓俊 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东汉末年时常是控制朝局 朝廷日益腐败 冀州聚禄郡张角 张良和张包兄弟三人 以推广太平道为广子 暗中积蓄力量 并在中平原年年初起兵作乱 叛乱很快变波 集全国各地 大将军和晋奉赵征调大军平叛 远在幽州的卓俊地区 也受到黄金之乱的波及 幽州太守刘烟贴出告示 招募青壮参军 抵抗黄金军的进犯 居住在卓县的刘备以外呢 与关羽和张飞两人相遇 三人结为异性兄弟 又得到中山商人苏霜和张世平的资助 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 刘备带着这支队伍进进太守刘烟 不久后 黄金将领成远志率部进犯 刘烟变派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前去迎敌 这也是小说中出现的首次战争场面 展开全文面对成远志的五万大军 刘备身边仅有五百兵马 不过刘备毫不畏惧 在大行山下板开阵市 对成远志交手 在两军阵前 关羽和张飞拍马而出 一个斩杀成远志 一个刺死邓茂 刘备率部一路掩杀 将这股进犯敌军击溃 从而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首次战争 在历史上是真是假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并未发生过 仅仅是小说作者的虚构而已 同时 作者在这个故事的情节设计上 也出现了多处的虚构 关于刘备启兵的历史真相 在三国志先祖传中 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 据该传记载 刘备好交捷好侠 年少征负之 中山大商张世平 苏霜等资类仙金 范马周旋鱼卓俊 剑而易之 乃多宇之金彩 仙主有史得用和途中 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 刘备拉起的这支小队伍 并非是在黄金作乱期间 才匆匆组建的 而是在黄金作乱之前 就已经存在 其此 刘备组建这支队伍的目的 也并非是为了 稳定捉现的局势 很可能是为了 苏霜和张世平商队的 安全充当保镖的职责 至于说到刘备 在黄金作乱时期的表现 《三国治先祖传》中的记载 非常简单 仅有灵帝末 黄金喜 周郡各举义兵 先祖律西蜀从校尉 邹敬讨黄金贼有功 除安协为这一 据话 具体的战力不详 同时 小说中出现的程远志和邓茂 二人也不见于史料 因此 可以断定 小说中的这场战争 并非历史的真实 既然在桌县 羁绊成远志和邓茂 并非历史的真实 那么 历史上 刘备首次上阵厮杀的记载 又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关于这一点 在《三国治先祖传》 尹典略中有记载 不过 时间并非是小说中描述的中平元年 公元184年 而是出现在中平四年 公元187年 此战的战场并非是刘备的故乡桌陷 而是幽州于阳俊一代 其对手也不是黄金军 而是由袁中山向张纯所统率了一支叛军 据《三国治先祖传》 铸典略 在 平原刘子平之备有无勇 时张纯返汉 青州被诏 浅从事江兵讨纯 过平原 子平见备于从事 遂与相随 欲得于也 备中创阳死 贼去后 故人以车在之 得免 从这段记载来看 刘备的这支队伍完全 不是张纯的对手 两军刚开始交战 刘备的军队便被对手击溃 在混战当中 刘备身负重伤 只得躺下装死 这才逃过一劫 而后来 文明天下的关于张飞 在这场战斗中 不仅没有帮上刘备的忙 还与刘备失散 险些断送了刘备的性命 参考书籍 三国志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